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子强是因为什么在香港犯的事把他逼得到大陆这边逃亡 结果被大陆警方抓住最后判处死刑的 那是因为张子强当时想从大陆这用过大量的炸药到香港这干嘛 他准备用这些炸药储存起来炸监狱 要从监狱里救出一个人 结果这个炸药安放的过程当中被警察发现了 所以张子强一看不好才跑到大陆这边了 那么他要救谁呢 他救这个人名字叫做叶继欢 曾经跟张子强联手干过一些事 他的原型是谁 我们说叶继欢就是插池南桃里边 那个大圈仔杨继光的原型 这个在1996年的时候 张子强曾经想要和叶继欢联手干个什么事呢 绑李嘉诚的长子李泽聚 结果那时候叶继欢在1996年被抓进去了 所以张子强只能孤身犯险 领着自己的人干了这个事 然后在身上绑上炸药 跑到李嘉诚家里头 从李嘉诚手里勒索了十亿港币的这个书金 如果你报警的话 大家同归一计 李嘉诚最后也没报案 这是张子强犯的惊天大案当中的一个罪人注目的 总共勒索了十亿抽筋 那么说张子强怎么这么倚重叶继欢 甚至最后要弄了炸药炸开监狱救他 这叶继欢是香港黑社会里边鼎鼎大名的一个老大级人物 但是他不是新安的 也不是和胜和的 也不是14K的 他是哪儿的呢 笼统的管他叫大圈包 咱们看过《插池南逃》的朋友知道 大圈包是什么意思 就是来往于内地跟香港之间 来回游走的 大多数都是内地的 广东广西哪儿的人都有过到香港犯罪 然后随时又能跑回来 然后再过去 这样的人叫大圈仔 他们犯罪的传伙叫大圈帮 这个叶继光是大圈帮里边鼎鼎大名的人物 他17岁呢 从内地偷渡到香港 一开始身无分文 干什么活 由于不是香港人呢 说话有口音呢 人家还歧视他 他当时就心里产生了要报复社会 要成为有钱人这样的梦想 在1984年开始 这个叶继光就开始 关门打劫什么金行啊 走着这些 包括银行啊 包括卖贵重表着 打劫这样的地方 结果在这个84年前后这时候 他打劫了五家这样的地方 最后警察把他抓住了 抓住了把他判了16年 结果在89年的时候呢 他戒指说我要去治病 有病 人警察带他到这个玛利亚医院治病 他把玻璃瓶敲碎了 当成凶器 劫持医院的护士当人质 跑来 跑了之后没两年 91年的时候 这叶继光冲出江湖 这回鸟枪换炮 拿着什么AK-47 这个武器去打劫 连续打劫了多家金行 结果警察跟他交火的时候 拿着AK-47火力非常旺盛 最后他全身而退 1996年5月13号的时候 叶继欢很长时间没做案了 这回又从内地 潜回香港 准备拿着大量的枪支 回来准备做案 结果在路上的时候 跟香港的巡逻警察遭遇了 双方开火了 这次叶继欢恶有恶报 一枪打到下半身上 打着叶继欢半身不随 坐在轮椅上接受审判 进了监狱被判36年 以他这算数字 基本就无期了 叶继欢就进到监狱里头 他也不思悔改 在监狱里蹲了13年以后 你看1996年13年以后 2009年的时候 他这不半身不随吗 人家监狱里的这个狱警助理 给他清洗 下半身这不长疮了吗 给他清洗 这个时候他从桌上还拿出个笔来 一笔一下子还插到人脖子里了 造成这个狱警重伤 也要说叶继欢改造了这么长时间 凶案本性不改 所以叶继欢在香港 是很出名的一个黑社会犯罪分子 他原先由张子强这个事迹 把他给带出来 其实叶继欢在香港名气是非常大的 那么当时香港黑社会 我上一期说过 到1997年前后的时候 这是个分水岭 因为97年回归了之后 咱们大陆派过警方去了 对香港的赌场整治的很厉害 尤其地下黑社会加大力度打击 当时就有好多地下黑社会这些人 未雨绸缪 在1997年之前就琢磨了 香港又回归了 咱们没好日子过了 这不澳门还有些年的 咱们跑到澳门去 这说实在 从90年代初 就有香港黑社会这么打算 准备在澳门那边争着开赌场吃这碗饭 可是和澳门黑社会发生了冲突 澳门黑社会叫什么 最大的帮派也叫14K 但澳门这个14K跟香港14K 我们说了 这是若干年前 40年代的时候 国民党军官葛兆黄收鸿门中议会 把鸿门中议会改成14K 双方是同源 都是从这出来的 但是后来发展各发展各的没关系了 这时候香港黑社会过来 跟澳门14K就交上手了 澳门14K领头的叫尹国鞠 江湖匪号叫崩压鞠 他这牙上下不起 叫崩压鞠 这个尹国鞠带领着自己弟兄 把香港黑社会给打退了 捍卫了澳门黑社会的权益 当时他等于一统了澳门黑社会 当时有人说他的权力比回归之前的澳都多大 比澳门的总督多大 当时尹国鞠他之所以有这么大力量 是在之前他就已经把澳门黑社会弄得差不多 成了最大一个老大 他本身也是苦出身 后来靠贩毒积累了财户 然后迅速涉足赌场 因为他弟弟吸毒 最后吸毒过量了他死了 他从此就不碰毒品了 改向赌场了 所以经过把香港的黑社会打跑了 这个崩压局成了澳门黑社会的最大一个 他跟澳门警方在98年发生出处 澳门警方怀疑他 涉嫌杀害澳门警方一个坚决打击黑社会的这么一个警司 调查他 就把他给抓起来了 结果澳门他下面的党徒 这14K这些人不干了 开始疯狂的 又是烧车又是游行什么的 什么招都使了 当时澳门的治安几乎要失控了 在过去两个月中 已经发生过多次枪击事件 多人受伤 那么这种情况呢 当1999年澳门不要回归了吗 澳门回归之前 咱们这个内地的警方派了大量的人力 配合澳门警方 把整个14K这团伙的主要成员该抓全抓起来 结束了尹国局的时代 当时给尹国局判刑了 判了13年 尹国局得蹲到什么时候 明年12月份 2012年12月份 他才能处理 那么在尹国局被抓进之前 他投资1700万港币 拍了部电影 就吹嘘他自个儿的 自传体电影 讲他前半生怎么回事 这个名字叫豪江风银 我估计可能有的观众朋友看过 主演是任达华 方仲信 郭可颖和郑泽氏 就那肥猫 他们主演的 结果这个尹国局 没等看着电影就被抓进去了 反而这个电影成了控告崩压局的一个素材 所以这个尹国局最后也是没什么好下场 那么说到电影 咱们就不得不提到和电影关联最大的黑社会老大 向华强向华胜 这哥俩咱们不少朋友看过他们投资拍的片子 出品人向华强向华胜 你看这个可能有的想起来 华谊兄弟王中军王中磊 可不是也挺像 向华强向华胜 是香港新一安这个黑社会帮派的龙头老大 这个帮派是世袭传承 这哥俩的父亲叫向前 是原先国民党的少将 在1919年在香港创立了新一安 后来到1953年 向前因为涉嫌非法政治活动和黑社会活动 被撵出香港 签到台湾去了 这样香港新一安由他的儿子长子向华严接替 结果向华严和他自个儿子在经营新一安那时候也被警察抓起来了 到1986年的时候 向华强向华胜哥俩接手新一安 但是这哥俩非常聪明 他发现按过去打打杀杀那么干不行 所以在1987年 哥俩投资建了一个永胜电影制作公司 接下来拍的片子 咱们大伙几乎都看过 赌胜 赌神 赌侠之类 这都是他们永胜电影公司投资拍的 我们看这个周日发演的赌神形象 就是在向华强向华胜投资之下 在展现给我们所有人 而且那里边呢 向华强还有个角色 养个什么五哥之类的 我来给你介绍 高晋先生 龙武先生 龙先生是我的好朋友 他不懂赌钱 但是他可以帮你解决 除了赌钱以外的很多问题 后来他们哥俩呢 投资的片子 100多部片子 都有将近一半 是跟黑社会有关 和黑帮有关 所以香港黑帮电影 这哥俩算立下汗马功劳了 但也难怪他俩本身出身这个 非常熟悉 后来2005年的时候 杜琪峰不拍《黑社会》吗 就是向华强投资的 那里边《黑社会》不叫《心记》吗 最后有的人一调查一琢磨 就是写这个《心意安》的事 人家杜琪峰都说 这类电影我们拍起来 确实得心了 杜琪峰也因此 拍《黑社会》的片子 通过他们得到了 比较多的好料 所以你看这个向华强向华胜 这哥俩是什么 等于完成了个华丽转身 洗白了 当然也有人质疑他们 就是香港八九十年代拍电影的时候 电影业很兴旺 哪钱多《黑社会》就好去 当时《黑社会》控制电影界 有的一流明星 拍完电影就得不着片酬 成龙都曾经被人拿枪指过脑袋 当时据说有人说 这跟向氏兄弟涉足电影业 是有直接关系的 黑帮发现这里有利可读 开始在这里边争这个利益 所以说向华强向华胜 这是少有的黑帮分子 最后能做正行做得这么成功 那么当然大多数黑帮的老大呢 最后没有什么好结果 咱们再说两个 最近这才离咱们不远 也就是三四年功夫 不得好死的香港黑帮老大 头一位名字叫拆老文 他真叫什么名字 咱已经不知道了 拆老文什么意思 拆老在香港就是警察的意思 就出公差的人拆老 拆老文 这人可能名字叫什么文 所以他因为当过警察 叫拆老文 说这靠警察当黑社会 这个拆老文呢 是香港14K 这个团队里边 鼎鼎大名的元老级的人物 他1969年当警察 到1973年呢 这四年间他干的什么呢 反黑组 就专门跟黑道打交道 就警察反黑 他干这个 到73年呢 犯了点错误 收了点黑钱 被把警服给扒下来 他索性呢 我就下海了 干脆我就当黑帮了 就加盟14K了 他给14K前后打拼了将近30年 因为呢 贩毒在美国被抓起来了 因为证据不足 又把他放了 回到香港呢 得了BNI 哎呦 这下呢 治了挺长时间 治好是治好了 他也心灰意冷 一点点就淡出江湖了 但是拆老文淡出江湖呢 他在这个行内的人脉厚啊 他当初从警察出来 靠着黑白两道的 很快他就立住脚了 他人脉很厚 手里也有钱 淡出江湖以后呢 别的毛病都去了 也不细毒了也不什么 但毒他见不了 好毒这个人 特别好毒 而且他一毒一场呢 都百万港币击了 有一次澳门赌场 专门给他有一个赌台 编号是77 77号赌台就是他的 为啥77呢 俩去加起14 他不14K出来呢 你看他当时在帮农 就这样的地位 特别好毒 结果在2000年的时候呢 有一次一个地下毒 一晚上好毒输了500万港币 他当时就怀疑 对手作弊 就拒不付钱 那个对手也不好惹啊 也是14K的一个元老啊 他俩为这事就争上了 结果长达8年时间 到2008年 他也没把这笔账还了 这赌债也没还 结果那个老大受不了了 找人开始琢磨他 把他绑架了 后来也没拿出输金来 就把他给杀了 大卸8块 说8块夸张 大卸7块 把尸体贴成7块 后来警方发现这尸体呢 经过DNA对比 经过他手上戴的戒指才断 这是拆老门 而在这个之前 他家里都给他举行葬礼了 好多江湖大佬黑帮的 都来参加他葬礼来了 他媳妇还写这四个字 陈元昭雪在这方 这个案子一直到什么时候 就是前9月 今年2011年的9月份 香港才把这案子彻底喝了 也把他那个 跟他作罪的黑帮大佬给抓起来了 总共是12个人涉及这个案子 判了有判18年的最少 多了有判25年的 这是轰动香港的一个跟黑社会人物死亡有关的 这拆老门 那么最近一个死亡的大佬 我说这死亡不是受众正寝 是横死的 是谁 这个人叫李泰龙 李泰龙是新一安这个黑帮的十节之一 管哪儿呢 是香港尖沙嘴地带的新一安邦会的老大 华氏人 叫大哥 他是2009年8月4号凌晨 他吃喝玩乐玩了回香港的香港里拉大酒店休息 这凌晨4点钟 天还下点小雨 车刚停到香港里拉饭店门口 推门下来 李泰龙个子大 戴个金丝眼镜 偷着雪茄 刚一下车门 车旁边 就开过了一辆车 就把他撞倒了 上了三个男的 拿着砍刀 一分钟以内 把他活生生砍 前后就是一分多钟这事 就完事了 李泰龙移民归国 结果这个事影响大了去了 后来他出殡的时候 新一安出了几百个兄弟 穿着黑西服 把西服都举过脑袋顶上 套到脑袋上 形成一个人墙 然后他家里人从里边送荡干什么的 就不让记者拍照 叫这李泰龙死于非目 这在2009年在香港是轰动一时的大事 其实我们看从拆老文和李泰龙这个事上我们能看到 黑社会的人物为什么我们看不少电影说 金盆洗手 退出江湖 你琢磨一下就能知道 这样的人在这个环境里打打杀杀 你能保证你自始至终都在权力的顶峰吗 你自始至终都能够操控别人命运 而自己置身事外 你不一定能做到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失邪 这种刀头是血的日子 说白了 风险是无处不在的 你这么对付人家 人家就可能这么对付你 而且江山带有残人出 这前浪容易被拍死在沙单上了 所以这种打打杀杀的日子 很多黑社会到一定程度 我金盆洗手了 我不干了 我退出江湖了 可是电影里不也说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你怎么退出 有不少帮派大佬 也有跟过去千丝万缕的联系 最后犯事了 你看刘德华主演那个片子 叫《武艺探长雷洛传》 雷洛也是黑白两道充斥的 既当警察又是黑社会 那么雷洛最后一看 香港要真抓黑社会了 不好了 他跑到国外去了 有一个信条 我再也不跟原来这些人接触了 这才有可能独善其身 可是你干过这个 你想不跟这个接触 怎么能做得到呢 所以江湖恩怨 它不是你一时半会儿能解开的 所谓黑道这些丑恶的地方 就在于错终复杂的利益 和你一旦上了贼船 你就很难下来 所以咱们现在有的 年轻人 90后有些孩子 跟外边人混 混一块讲义去 结成帮派犯罪吧 没有任何好下场 拿混社会当本身 这绝对是走下刀 所以现在来看 这混黑社会 我们也看到 在香港那边都不吃香了 何况你在我们这儿 当然我们没黑社会 我们只是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 但是只要你扎到里头 那个感受是一样的 蛊惑仔是没有前途的 所以咱们不能有的年轻朋友 看了香港电影就热血胃疼 咱也出去砍人吧 那算什么正道呢 要说深入黑社会里边这些人 他们内心的感受 有个电影叫 《我在黑社会的日子》 这部电影里边 有一首主题曲是罗大悠写的 典型的反映了 一入江湖身不由己 这个黑社会人无奈的心态 咱们这期节目结束的时候 咱们一起来听听罗大悠这首歌 好 感谢您收看这期《老来说》的一项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